YoYoY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反詐騙Style 今天來到這個舞台 是要發揚我們的反詐騙精神 讓大家一次收到詐騙資訊時 記得先聽、掛、查 接著秉持不信、不碰、不說原則 才不會成為詐騙犯的肥羊 接著介紹我們今天的單組參賽者 反詐鄉聲團 反詐歌手 以及我們的反詐rapper 那我們話不多說 事不宜遲 我們反詐時代正式開始 現在啊 詐騙集團實在是好猖獗 家人被騙了好幾萬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不被騙呢 我跟你講 不被騙很簡單啊 要反詐就要比他們更奸詐 上次我收到一個簡訊 簡訊內容說我什麼 健保費連續好幾期都沒繳 叫我到訊息裡面的銀行帳戶去補繳 哦 這個就是常見的假冒公務單位詐騙 各位觀眾千萬要小心啦要小心 那你怎麼辦 我就回他啦 以匯款兩萬元請查收 你真會啦 假的我沒匯 那你怎麼處理 後來呢就收到他的簡訊 說他銀行跑三間的都沒收到錢 我才是詐騙集團吧 哦 果真夠顛詐 各位評審你們好 這是近期我深受假愛情詐騙所苦 所寫出一首歌 歌名叫做被騙的幾秒鐘 希望評審老師會喜歡 被騙的幾秒鐘 都在一瞬間 失去千步快樂 祈禱快升天 假難有轉變 就再來理念 愛情詐騙 讓我斷了離職線 愛情詐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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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時候電話差不多 在下午來是熊熊 來電數字開頭差不多 十加不八六 原本以為差不多是打錯電話的一通 差不多的開頭 又是差不多的 賽論都在哭窮 聲音差不多的不從 說我看他是多年不見的同窗靠友說 猜猜我是誰 這種詐騙不要忘 但我口袋就沒錢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是反詐騙先生 我的反詐騙是天生 代表我不天真 幾方是反詐的明燈 置領政策方式 我是反詐騙先生 感謝選手們的精彩演出 本屆反詐騙時代 冠軍就是我們的 MC哈咒 粉紅 反詐騙時代 你我都有責 我都有責 鱗 跟